中医院中医院中医院 中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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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 白雪病的会议上是主要发言人 自92年以来 带团呢 经常带团 前往中国做学术的交流 让加州中药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 在上海曙光医院 浙江中药大学等地实习 那么有一点要特别提到的 就是赵振平校长呢 他是一位造诣极高的音乐家 我看过他的表演 真的是专业级别的 所以他呢 把这个音乐和他自己的事业 和中医当中呢 他在中间体会这种韵律 和他人生的这种美好的感觉 所以谢谢您 请坐 好 下一位我们要请上的这个嘉宾呢 是Ron Zedman Mr.Ron Zedman 他是加州中药大学的校长和创办人 Please sit here Thank you Stanford大学毕业的这个学士和硕士 从84年起呢 开始 由于热爱中国文化 开始学习中医 那么在这个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呢 他们培养了三千多位 中医的硕士和博士 在美国 欧洲和世界各地呢 行医和推广 这个中医 中国的文化 而且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到的 就是在赵校长和Ron Zedman 等中医这些前辈的努力和推动下呢 让中医呢 在美国和西方的地位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且呢 美国呢 就通过纳入美国联邦保险的 这样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呢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呢 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先河 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嘉宾呢 是王大成先生 是我们巷子园的合伙人 硅谷著名的投资人 他毕业于台湾的清华大学 并于美国Oregon大学呢 取得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他是环太平洋电子公司的 和CMC公司的创办人 他在地产方面呢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 硅谷这边的科学园区 和San Jose的这个 第一座华人的购物中心 和社区中心呢 就是王大成博士建设的 所以在Silicon Valley呢 大家提到他的时候呢 他拥有多种头衔 非常资深的一位投资人 那么他呢也 曾于这个大专院校 担任计算机科学的教授 像Santa Cruz大学呢 他曾经是这个顾问 Santa Cruz大学呢 也是全世界拥有人类基因 最早拥有人类基因 最大的数据库的一所大学 那么他也曾于国际创业 育成中心联盟和硅谷合资企业协会 还有美国领导力论坛等等 担任董事和理事等职务 那么讲到中医呢 他对医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兴趣 他们家一共是六个人 对不对 有四位呢是医生 他的太太 他的两个儿子 还有他的儿媳妇 都是医生 所以他对于 在这个中西方面呢 他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和深入的研究 他本人呢也投资了一些 医疗和大健康的项目 这边呢就是我们 硅谷的三位嘉宾 现在呢我们就把 画面呢再转回给 朱海恒晴 请蒋星来介绍一下 在恒晴这边的论坛嘉宾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这边首先请出的是 我们澳门科技大学的 药学院的院长 朱一珍 朱教授 朱教授呢 他是现任澳门科技大学的 药学院院长 曾经呢也担任我们 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 近十年 他还是国家教育部 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 973的总习科学家 以及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的获得者 朱一珍教授呢 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 机制和药物的研发工作 自2005年复旦大学全球招聘药学院院长 回国之后呢 先后主持了国家973项目两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核面上项目八项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五项 等国家和地方的重大科研项目 日本新药发明专利六项 第六年的时候 朱教授研发的成果 异母草检成功落地转化 正在中美同时展开云床研究 另外一位我们参与论坛的嘉宾是我们的杨海涛 有请杨博士 杨博士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科学院基因组医学的前江学者 特聘教授 也是中山大学深圳研究院的研究员 朱海生马医学检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目前呢主要是在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的 基因检测试剂核开发 以及乳腺癌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方面工作 最后一位呢也是前面上了台的 我们中医药科技产业员的沈宏波沈总 那沈总在中医药产业培育方面 也是非常资深的专家 产业经验也有十多年 好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嘉宾情况 好 谢谢奖心 谢谢你 好的 谢谢奖心 那么在朱海的朱院长 杨博士和沈总监 你们好 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呢 我们零距离岳阳来互动 那么刚听了大家介绍呢 都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啊 我们先把这第一个问题呢 就给朱教授 我其实在横琴的时候 我路过就是没有进去 但是我路过了那个澳门大学 我看到那个校园非常的现代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澳门科技大学这个药学院 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谢谢 好 各位嘉宾好 那个澳门科技大学是这个三年前这个才成立 虽然时间短 但是呢已经是这个取得了一系列的这个建设性的成果 那么我们是主要在澳门本地造成 但是呢也一部分是在国内造成 那么澳门科技大学呢 因为是这个澳门最大的中科技大学 也是排名最高的两岸四季百强学校 我们排在21位 所以呢各方面的这个成立来是 的确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步 那么而且呢是和国际上的这个著名的原校 也包括美国的一些原校 我们也在开展联合班学 而且都是TOW的这些学校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对中医药整个产业在恒情 在澳门发展 我们要去应该是有非常大的风险 当然从本身来说 我们是结合中医和西医 包括我自己本身是西医 但是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的时候 中医来研究药人 那么我们应该说是在这里 在澳门在恒情是一个很好的 把中西医结合起来的一个 应该说是示范研码 好 谢谢朱教授 谢谢您 那么大家都知道 Stanford大学呢在这个硅谷呢 可以说是创新的发源地 那么加州中药大学呢 也是位于硅谷的中心地带 所以下面我们这个问题呢 将会问这个 加州中药大学的校长创办人 就是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学校在硅谷乃至美国呢 它处于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朱教授 其实你是 Stanford alumni 所以 Stanford是 the mother of Silicon Valley innovation and your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Silicon Valley so what role is five branches university played in Silicon Valley and also in United States yeah that's a good metaphor a good comparison and Silicon Valley exists becaus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这其实应该很好的比较 因为那个硅谷的存在 跟那个斯坦福大学是分不开的 so its faculty and alumni created Silicon Valley and we see five branches university playing a similar role in establis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and the U.S. 那个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啊 教授们 他们就是对那个硅谷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贡献了 但是那个我们那个加州中药大学 所以就在硅谷的中心 我们也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重要的作用 And similar to Stanford we're clear that the way we will grow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U.S. both technology and the medicine is through partnerships so the partnerships that we already have and the new partnerships that we're looking to make 就像因为其实很差不多的 跟那个斯坦福他们怎么发展 跟那个硅谷怎么发展 那个中医药也是可以这样做 就是建立一个那个相互的关系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Ron 沈总监 您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在这个中海恒情 其实呢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想法 这些计划 那么对于中医药能够就是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呢 这个问题比较大 其实呢就是说 我主要谈一下我们中药产业园这方面做的这个工作嘛 因为神情呢 它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园区 那我们中药产业园在这方面呢 它主要是围绕这个国际贸易和国际注册 这两个切入点来做 那首先是尤其是在围细国家 包括非洲 还有东盟这一块呢 我们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金交商 当地的药监部门进行一个沟通 先解决这个当地市场准入的问题 其次呢 在通过金交商 所谓当地的市场推广的问题 那我们在做的这方面呢 同时呢 它需要对当地的这个监管 具体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 这里面就需要我们去寻找 国际上的专家 尤其是当地的药盐部门 还有这个比如说 欧盟的药盐委员会的专家 他需要对我们从中国的企业 当地去做注射和市场推广 有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指导 包括这里面呢 可能还包括产品 筛选的一个筛选 这是这是一块 第二块呢 就是说我们也会做一些 这个当地的这个国际交流的 一些推广模式来助推 医药中药产品 在当地的推广 这里面包括一些专业的动产 很多产商可能会 不过内地的这个中药 专业的专家 这个国外的专家 来进行一些部分的交流 可能对在这个 对传统中药这个认识呢 大家需要有一点 可能有一些的分析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能够让大家在这个 中药的这个国际化推广方面呢 能够达成一些供值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呢 那我们在园区来说呢 在培育企业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本身以降 也积极地鼓励 鼓励企业去走出去 包括恒情 包括住台市 这方面都得我们很大的支持 对企业走出去 进行产品负责 或者国际贸易 包括资金啊 包括人产里面 都会有很多的支持 这一段一定程度上呢 也促进了这个企业的 就出去的积极性 大概情况就这样 谢谢您 沈总监 你刚刚提到就是一个 就是在市场的推广 还有这个专家的这种交流啊 我们呢是 硅谷丁丁电视呢 也是硅谷创业节的主办方 我们希望呢 这是每年的硅谷指标性的 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啊 每一年大概有一两千人参加的 那我们希望以后呢 在这个板块上 有关于中医药的讨论 可以让国内的专家 可以走出来 跟在美国这边的很多专家呢 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也探讨未来的一些合作机会 这个呢咱们会后可以再来探讨 那么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 中医药推广出来走向世界 刚才这个赵院长 在赵校长在讲的时候也讲到 就是中西方 就是中药 中医和西医啊 它在思维方式上 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么王大臣博士 您作为一个投资人 也作为一个对这个中医药 有深入研究 非常有兴趣的一个 这个我觉得专家吧 你觉得说中药和中医药 在美国的最能够进行的 切入点是什么 就在西方 在哪些方面是最能够发挥 中药和中医的优势的 如果以现在看 我说跟好几个朋友 中医来谈的话 他说他们主要的营收 收入多半是从疼痛 pain management过来 大概有60到70%的 从这边来 那么这可能是 这样分析一下 可能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中医特别有效 所以大家都来用中医 第二个可能性是 洗衣完全没办法 所以只好用中医 这两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美国 这个opin process 鸦片持药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连川普总统都谈了好几次 当然目前为止都是广谈 并没有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可以从 pain management这方面 很快的就先切入一点 切入这个market 进入这个market以后了 有效 别人就会说 那么是不是这个减肥 也有效了 或者是失眠有效 或者其他什么什么有效 但是要把第一个西医 实在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的 除了吃药还是吃药之中 要把它做出有个办法 我们向紫园有投了一个公司 是西方的一个 medical device 叫做Stream Wave Stream Wave 做什么 很简单 像头发一个这么细的东西 把你导入到你的spine后面 Gangler yang那个 神经节那边 然后呢 它没有电池 从外面来 它像这个antena一样 让你在那里面 所以就刺激 让你疼痛的时候 它现在美国 基本上是 Veterian Hospital 在用这个 一年大概是 大概有4千万美金的收入吧 我不太心动对你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 实在也不是很有效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小 device 可以卖到这么多钱 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医的市场 相当地大 就是中医的市场还是相当大 所以今天我们的探讨 以后大家一起去挖掘 这个更大的市场 杨博士 那么在这个基因方面 中国其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而且旅旅这个新闻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你觉得在这些方面 怎么去跟世界来接轨呢 基因方面呢 就是中国主要是人群非常大 我们也是唯一的一个 发展中国家 参与这个国际基因组计划 完成这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项目 那么接下来的呢 主要就是说 如果把基因组学 充分地应用起来 一方面是大数据挖掘 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 英国有10万人基因组测序计划 那么中国也做了 1万人的测序计划 那么接下来 美国有100万人的测序计划 就是或是完全基因组测序计划 基因组相关的这个信息 那我们国家呢 在新一代的测序技术 进一步普及以后 比如说第四代 纳米孔测序技术普及以后呢 那么测序的成果会很低 达到1000人民币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人群 庞大的这个优势 而且疾病人群 和精神人群都很大 比如说糖尿病 美国有3000位 我们中国现在有一亿人 另外有两亿人 正在走向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我们有三亿人 包括高血压高血脂 那么这么大的数据库 然后用基因组技术呢 可以得到非常大的 这个疾病的治疗啊 预防的相关的数据 这是可以说 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对新药发掘的 靶向靶向 未给的寻找 都有很大的作用 我最后说一下呢 就是基因组技术 只能用到中医方面去 中医的这个效果呢 是很明显 就是说 但是呢 因为没有量化 所以一直没法就是成功的引到西方的正规的医疗其中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正经已经在美国进入医保 或进入医院 那么中医呢 主要就是说呢 两派的贡献 一个是中医药有效 但是呢 哪一味药有效 没有办法 如果一个方医药 十几味药 每一种药都有十几种成本 你把它挖掘出来 有七百种成本 很难做得到 现在的技术和投入 那么我们在专家中医药大学 我们就是做基因组研究 就是说来检测它的效果 比如说你吃这个汤药 也是有效 那么在吃之前 你的生化免疫啊 基因指标 我们检测一下 吃之后 六个月一年 我们再检测 那么真正做到量化有效 然后哪些基因起的罪 哪些蛋白起的罪 哪些没减的罪 那么我们在进入呢 推导到它的 真正有效的成本上去 这样一种方式呢 我想呢 是一个路径可以走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中药的这个 美国上的研究 肯定是需要全世界的协作 比如说针灸 针灸的这个经络呢 是不是将来量子 量的医学呢 可以解决这个 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既然有了结果 那么原因我想 一定能找得出来 所以基因组技术 蛋白组技术呢 将来在这个人群上 中医方面呢 都有很大的抵律作用 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谢谢杨博士 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中国呢 在这个检测和治疗上面 大量的数据呢 应该是会对世界 有一定的贡献啊 那么 讲到硅谷呢 其实是世界创新制度 这边的很多的科技 所以我们也问一下赵正平校长 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硅谷的生物科技啊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 新材料方面的话 有什么可以 你觉得可以跟中国来合作的呢 对 在这方面呢 因为我们是身在硅谷啊 所以有很多的优势 那么我们学校呢 已经有一些教授跟学生在搞这个数据库 那个当然这个也是跟那个AI 就是Intellig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是那个 就是有相关的 那么我们谈到呢 就是中医啊 中医的中药针灸 这方面的资料 是其实是大量的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 就是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想要做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前景 但是呢 这个如果能够做起来的话 比如说 一个中医师 他看病人 他打脉 他看舌胎 他可以开一个药 治病 但是呢 不一定很成功吧 如果我们用一个数据库 用那个AI的那个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法 这个就是 我们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其实这个就是要跟硅谷的科技人一起做 对 我们也希望就是 这个王大成博士 其实也投了很多 在这个科技啊 大健康啊 医疗方面的项目 那么今天的这个对话呢 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在对话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启一些 就是再进一步的 深度的交流 然后把这个合作呢 切实地开始起来啊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给朱教授啊 朱教授我看到 你有很多的这种专利啊 科学研究的这种成果 你觉得在这些方面 怎么样去跟就是 硅谷或者跟世界 这边呢 怎么样去一个种交流和接轨呢 把这些东西能够应用到国际上 造福更多的人群呢 我们呢 的确是做了很多 的 early age of discovery 当然这个应该也是在 international level 因为我们包括 我们需要做 first in class first in class在 FDA注册 在美国开始做临床 那么这个我相信 这个跟硅谷的 这个能够有 first in class的 也没几个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 我们的公司就在横行 而且是正式利用 我们这个横行 大力促进 这个中医药产业化 因为我们是来源于中医药 但是呢是西藥是完全按照 no-compound的这个方法来做新疆生化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已经032期已经开始 美国现在看到032期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整个从中国来源 中医药来源 但是逐步逐步正在努力争取 获得西藥 这个作为first in class的认可 的一个突破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机会 那么跟硅谷呢 因为这个我也去过好多次 那么我觉得这个创新啊 包括好多这个 这个small biotech company spin out company 在这个硅谷非常多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 横行的模式呢 也是就我们高校的资产权 大学的资产权在 这里地方落地 然后呢又得到地方政府的一定的支持 虽然这个数目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包括最近我们也获得了 横行政府的千万人民币的无常支持 那么但是呢 跟我们做临床研究的 比例美金来说还是一滴水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姿态 说明他们对中医药 这个怎么样 对这个 你们创新企业的一个支持 一个这个表态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里横行政府作为未来的 中国的中医药的这个硅谷 和真正的在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如果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 我觉得有很多缺点 我们可以共同来发展 所以我非常看好 这个合作 谢谢您 朱教授 也希望您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来硅谷啊 然后跟这边呢 很多的就是这些中医中药的 这些专家一起来互动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这次对话之后呢 我们在硅谷的这些专家和 这个投资人 有机会到横行去 再去做进一步的交流 其实呢 就是您刚讲到这些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 中国对中医是非常重视 尤其在横行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园 但是呢 这些在中国非常深入的发展 其实在西方的了解的 还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我们把下面这个问题呢 给加州中药大学的校长 Ron Zedman So Ron actually you've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and you know how advanced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Western world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it Right You agree with that Yes So how do you tell the story to the West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Chinese medicine Well you tell the story person by person 其实那个故事呢 是从口口相传 somebody has asthma they use the inhaler later they find out there's an herbal formula that can help their asthma very much 比如说有人的气喘病 他用了那个就是呼吸的用的那个 但是呢 有些效果不是太好了呢 他就想要用别的 就是用中医 所以后来呢 就是这方面就发展 We also work with the Western doctors like at Stanford So a Stanford doctor will say to their patient I've gone as far as I can go why don't you t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比如说我们跟那个 斯坦福大学的医生合作 那么有些医生呢 就会说 跟病人说 我看到这里 你接下去 你找中医去看 So now many doctors and many hospitals are finding out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y're also learning how does it work little by little 比如说在美国 现在有很多 病家跟医生都知道 那个中医的效果 但是也是一步一步的 走到这一步 对吧 So for example in the Silicon Valley many hospitals already have acupuncture departments and also in Santa Cruz in our campus we did a research on how acupuncture can help with pain and now the government sends us many patients who are using opiates which is not a good idea for pain and are recommending they use acupuncture for pain 在加州 其实有很多医院 都已经开始用那个针灸 比如说 在Santa Cruz 我们学校也在研究 这个止痛 那么由于我们 这个研究工作 所以加州的一些 保险公司 就跟我们合作 送那个病人过来 治疗那个止痛 so even though it's a very young profession it has been growing and its growth is now more significant than before that's the good news 当然了 中医在美国讲起来 还是一个很新的 但是你这个成长呢 是越来越健康了 就是越来越有发展 and another thing that we have several universities that tea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quite a few of them teach it at the same high standard as in china so those graduates are the ones who go out to these hospitals work there and the doctors there see that American graduates n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now how to practice it so the high standards of education that we've established here have also helped the profession 其实在美国有好几家中医学院 就是跟我们一样 就是要求高标准的 因为高标准才有高质量的毕业生 那么这些毕业生出来以后呢 到医院去工作 还有其他地方工作呢 大家都觉得他们的水平很高 那个后面他说什么 and so that's one part of it with the medicine growing and of course another part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forum is how technology especially cooperat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establishments can introduce more technology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就比方说 这个今天这个论坛吧 就是大家相互交流 相互就是学习吧 那个 所以这个论坛呢 就是将来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那个中医跟那个科技 怎么合作 这个是可以下面我们以后再有一个论坛可以专门去探讨的 沈总监您也提到就说呢 将来这边你会支持一些企业或者这些呢 去走出去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这两边其实可以来合作 去办一个就是没必在硅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国际性的论坛 然后请到各方的专家一起来交流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呢 这个是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因为呢 以前主要是在 或者是在河州和这个东盟 美国呢一直我们也有这样的论坛 包括我们以前跟这个美国中央联商会 学会也交流过 这个指货我觉得呢 应该是可以有机会的 随着这个中医药 被世界上国家越来越多的承认 任何的这个指货可以是一个方向 好 谢谢 其实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 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你产业能够吸引到一流的最好的人才 才能够让它呢蓬勃地发展 那么在中医药这个产业里面 朱院长 你觉得怎么样去 我知道你的学校是在培养人才 但是怎么样去吸引人才呢 进入到这个产业 其实呢这个是跟社会需求相关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需求 对生物医药的毕业生是需求量非常大 那么所以像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要刚成立 我都不用做宣传 我们来的分数都是去考 都差不多按照鼓励 如果我们可以招生的话 我们就超过一百分的这个 所以那么这个就是 第一是这些学生 他们都觉得生物医药产业 是永远的照样产业 那么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第二呢当然是我们 特殊的location 我们在澳门 我们在又靠近恒情这里 整个联动区域区块这个发展 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生物医药是很好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些是一个非常吸引学生 这个直接来的 包括我们最近又成立了 医学院的MVBS的这个program 那么你还没招生就马上就是 这个非常踊跃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物医药产业 的确是好多年轻人所追求的 那么包括他们以后的创业 包括他们以后或者从事的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最大的根源是本身的 吸引对于这个事业的看好 您提到说这个产业呢 已经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投入进来 但是如果这个产业要真的创业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王大臣博士您作为一个投资人 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很少有投资人 愿意投资在中医药产业的这个创业项目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可能先分析一下西医的这边投资 因为我们所谓Life Science的话 基本大概分三块 第一个是药 第二是Medical Device 就是工具这些 第三个我们叫做Digital Health 比如说是这个远程 Telemedicine远程诊断或者是Hospital Management 或者这些Security这些东西 那么药大概就占了 药占整个市场的大概到将近 remedia大概75%到80% 那么Digital Health肯定也是有5% 剩下就是Medical Device这些 那么分析了西医这方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看中医方面 我想中药比较不太容易 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会占整个系统里面的70%到80% 因为你要做药一定要有这个pattern 一定要有这个智慧产权保护才行 第二的话就是说 如果做Medical Device 中医的Medical Device上面 那么你是做什么样的Device 你是给医生呢还是给病人 这是一个issue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刚刚Round 他们也谈到了 是不是能够统一的一个系统 慢慢地做出来 比如说卖整移这些事情 这样子要把它推广出去 是不是就从中医学院也开始推出去了 从培养一代新的 像苹果电脑一样 培养一代新的user 就从中医学院 将来的中医师开始做出来的 还有这些 这些我想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边投资的时候 西医比较明显 它的这个所谓的 你怎么做什么东西 还有很重要很重要一点 这是一个distribution system 你的怎么把它销售出去 这边的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怎么把它销售出去 还有这个在医药方面的投资 跟我们high tech的投资 最大不一样一点 就是说医药方面并不是一个 周围打黄盖这种事情 我这个IC做得好 有人买就好了 这中间有个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 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中间虽然不可以打不可以挨 你还一点脾气都没有 所以就是有牵涉一个政府的 一个regulation在里面的规则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很很很重要 因此在 在我们看来 在美国如果投资一个中医 看不出这个市场有多大 是最重要一点 因为不管投哪一个行业 都是很冒险的 如果市场不够大 那这个冒险就不太值得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二就是说 前楼怎么出去 也是一个问题 怎么把这个要的前楼卖出去 还是只能卖给中国人 那就太少了 亚洲人也好 那就太少太少 这个市场太小了 所以这到我一点千言一点 谢谢您 王博士 王大臣博士呢非常中肯的 陈述了这个就是 为什么在美国的投资人呢 就是投中医 这个创业项目的比较少 那么杨博士其实 那个 沈总监 沈总监 您其实在恒情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政府的推动 和这个就是 行业的这种推动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值得美国这边来学习呢 我觉得政府方面可能比较难学习 那么其他方面 比如说 产业的支持 然后投资人的支持 有什么 值得美国学习的经验 这个学习常不上 比如交流吧 刚才那个王大臣王总说得非常对 就是目前现在这个投资行业的 这个其一包括这期限 包括现在你看到 最近的数据 18年的这个全球 前十大超新药 8款是生物药 2款是这个换物药 最大的一款重磅是修美乐 爱博为公司 他当的单款 是销售额达到近200亿 那这个整个这个趋势 的确是是是这样的一个 呃一个一个形式 对中医药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 的确是不是太太乐观 但是从我们园区的 接算出来的这个项目 其实呢 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 的这个机会 尤其是我们最近在接触一些 就说传统物药文化 内容新媒体 传播的这一块的项目 还有一个就是说 和互联网结合的远程医疗 在线医疗这些项目 其实呢 有一些投资金会 包括我们恒情镜头 也主论之上的一些项目 那我觉得那就是说 传统中药就虽然是传统 一些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文化 它虽然有人文科学 和自然科学的双面属性 它可能不像西医 完全是自然科学 更多的可能是有一些标准的 数据啊 这样可以可征选 那在我们这里呢 其实我们可能是 换一种 这种投资的一个逻辑 我们可能看项目的角度呢 能是稍微的不太一样 不一定是看刚才王总说的 这个未来这个药在市场上 会有多大的消耗量 对吧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 它这个未来的能够 和其他行业的结合 就是流量的导入 关注度 本质的关注度这些 我觉得这里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可能大的方面呢 还是的确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在一些细分的 尤其是跨越的这个结合方面 可能很有一些机会 包括我们现在在看一些 人工智能的一些项目 那很多人工智能项目 现在是用到这个 医药的研发 这里面既可以对生物医药 也可以对这个 产统中药的一些研发 尤其是这些大数据的一些筛选 包括我们原来做的这个 化学药高通量的筛选 现在可以用一些 人工智能的手段 可以提高效率 大家都知道 可能这个生物医药的 包括化药的研发 现在的成功率越来越低 原来可以5% 现在可以是3% 但是想生命的平局 这里面就是 成功率越来越低 但是在细分的行面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机会 一些机会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谢谢 谢谢沈总监 您这个讲的 其实我觉得跟 加州中药大学一样 在做这个产业呢 它做了35年的时间 确实要放眼未来 用很长的时间去耕耘 到最后呢 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就像这个中医药在美国 在欧洲的推广一样 加州中亚大学35年的努力 培养了3000多位 那么各国的这种 就是从事中医的人才 而且是 很多人都不是华裔 那么他们其实发挥了 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给杨博士 杨博士你看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可以说是零距离的一个互动 但是我们这样的讨论互动之后呢 您觉得在聚焦双赢和推进务实合作上 你觉得未来有什么可以来跟进的 首先说这个活动非常地好 这样可以把加州最先进的生物医药 还有人工智能这些大数据科技呢 跟同期这些新兴的一个中国的 部众高度部众医药产业园的 这样一个地方呢 连接起来 我觉得呢 进度应该真的是 定期的能备办 那么刚才都讲了 各位专家教授都讲了 就是中药 那么其实在国外的推广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 包括呢产业化 那么它有很多困难 但是也有很多机会 你比如说我们有几款中药 已经成功地造为抗癌的药 紫山虫是一个 可以确定做 这个肿用辅助治疗的药 那么推动这个的 紫山虫成为药的呢 是我们华裔 ECLI的华裔教授 这个王教授 他一直任我们华人的首付 医生医学界的首付 那么这个 我们征加中药大学里院士呢 把一人造为抗癌的辅助药呢 也是受到了 第一次美国FDI接受受了一号 那么这样的推进 我们在国内也有些企业家 包括我们在现场做的 这个吴总组长 他这里呢 有一个抗肝癌的一个中药 那么散结片 也是呢 有保管的效应 这些药物呢 抗癌的效果是有的 但是对一些人群有效 对另一些人群有效 或者效果会很显著 这个跟靶相药有点相似 比如说最后的PD-1 PD-L1呢 它25%的响应率 那么我们想呢 进一步的通过了 精准医学 那样的科技手段 包括基因组合生化 免疫蛋白质学 那么把这些抗癌药的 这些中药 能够精确的定位 精确的定位到那些人群 他们有哪些突变 他们有哪些呢 这个耐药性呢 这个方向呢 可以呢 还是在产业上也可以发展 也可以呢 也可以投资 也可以呢 提升到国际品牌 第二个方面就是 在最先进的技术的应用 比如基因组 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 基因编辑技术呢 可以对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进行编辑 把这个植物改良 把它的毒性去掉 把它的这个 有效性提高得更多 其实这个技术呢 在这个T细胞上 已经应用成功了 卡提 T细胞本来呢 是一个对种人的 一般效果做的 通过呢 那第四代卡提技术呢 把这个抗种能的效果提升了 协助提升 能够呢 那么能够特意的识别 整个细胞 然后呢 杀死阻弱 这个成功 就是去年的FDF系统的卡提技术呢 呃 美国会成儿天院的 呃 卡人之中这个团队了 那这种技术呢 也可以用到中药上去 那么我们想的前一题 就说呢 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 我们中医的中药的 振兴的机会呢 还是有的 我想呢 这个是前景非常美好的 好 谢谢您 呃 那么我们把下一个问题给赵校长 您看了这个 刚才就是恒情那边的介绍 也参加了今天的讨论啊 你觉得在今天之后 有什么具体的项目是可以 跟恒情这边推进的 大家好 对啊 今天那个论台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恒情这方面他们做的已经很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是在跟进 那么关于那个中医的那个发展 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个包括呢 我们讲到的那个人工智能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跟恒情的同道们一起合作 我想包括那个我们那个王教授啊 他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经验 还有呢就是那个 比如说那个浮花期吧 这个我们学校呢已经在开展 但是呢 没有这方面太多的经验 只是要做 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事情我们一方面要问问 像恒情的那个同道们学习 那个其实我们的王教授有很大的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在看那个论坛之前 我们已经谈到了 那么其实 硅谷有很多人才 也有很多资金 那个恒情也是一样 那么双方怎么样子合作 我觉得那个丁丁TV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论坛 我们今后要继续朝前走 谢谢赵校长 也非常谢谢这个恒情的朋友们 谢谢李书记 牧主任 还有蒋星主任 恒情的这一帮朋友 因为前不久 因为恒情啊 李书记带队的这一帮人 来到了这个硅谷 来到了这个 丁丁电视的演播厅 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场活动 然后也请了几个 这个项目啊 来给他们做了个录演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谈论说 以后怎么样的合作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呢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起点吧 在这个起点之后呢 应该可以有很多可以做的 比如说人才之间的交流 比如说学术方面的探讨 大家的这个往来的互动 甚至呢 在企业方面的合作 资本方面的运作的合作 应该我觉得有 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这个大的基础下面呢 可以在美国呢 进一步大力地去推广中医 加州中央大学 已经努力了三十多年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有恒情 有珠海 有更多的这个同道中人一起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下面呢 有十分钟时间 我们就交给恒情这边的 现场观众来提问 看一下现场有什么问题 我们交给蒋欣 看一下现场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现场也来了不少 胸物医药 猪育的朋友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跟我们微谷这边 台上的嘉宾 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台上的嘉宾 做一个互动的 有问题的可以举手 好 去我们的吴总 谢谢大家 为了吴总 各位大家好 非常有幸 今天参加恒情追求 重新登台 我是中海米泰克生物资药 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始人吴秀峰 我们企业主要是中药抗氛 系列的品种 那么目前那个圣野片 刚才杨博士提到了 他内容的品种 已经了解了很多 也希望通过基因的这种方式 怎么把我们的中药 能够用现代的技术 能够体现出来 让大家一直到 中药抗氛的一个效果 就像大家刚才讲过的 我们这个效果很好 但是由于目前的话 就是说在 治疗股员的话 还是以西医为主 所以我们非常有效 但是在我们 在医院推广的过程当中 西医的专家 其实都把我们这个药 当做一个组组用药 事实上来讲 我们有很多的案例 因为没有做放盘 只不用这个中药的话 那么心里当做健康的活着 而且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那么我们董明 有一个76岁的 还有他有一个两个五十五岁的 那么那个都目前是正常的 76岁的我们的那个 国务那里他是正常的 那么买菜呀 做饭呀 都很正常的 而黑银江那个叫陈广胜 他是挺大的 那么他是十二公尊的大肝癌 在不用了我们生理地下 我们一个月以后 他没有做任何方法的 因为他是医生 可以感冒这个风险 那他现在已经变成写方案 反正他还在相当 所以就是这些案例就很多 但是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能够把中药 这个特别是这个 目前没有几次的难题 这个抗抗的这个方向 能够推广出来的 然后我们还要治疗肺癌的 有腺癌的 更近癌的 肺癌的 肠癌的 这些系列的评论 确实需要 特别是我很敬佩 所以王总监 那么他首先能看好中药 作为投资的话 能在中药这个领域 能够支持中药的发展 我想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 像一个王总监这样的投资人 投入到中药的这个产业当中 对于我们能够把中药 不但让中国人受命 而是以 诺图中国 让全球的 中国人能够受命的中药 然后 要厌守我们的生命 能够解决主流的这个感情 谢谢大家 也欢迎那个 那个硅谷的 这些专家和教授 能够到我们中国 到我们那个中海 到横琴来看看 看到我们中药的这个规模 然后我们怎么样的合作 然后我们的中药 能够更提升一个高的一个档枝 让更多的西医 能够接受我们的中药 中药上屋 谢谢大家 谢谢王总 这边是不是 请那个 硅谷的王总 讲两句回应两句 好 画面先回到 那来 请那个 对 王教授 王博士来 就是他刚刚讲到说 他这边有一个这个癌症的 就是治疗癌症的 证实有效的中药 那么这样的话 怎么去跟 就是在 跟西医这样来合作 能够把它推广出来 治疗更多的这个 癌症患者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在财务方面 你的东西一定要有 智慧产选权 很严密的保护住 因此不会说 出来以后别人就说谢谢 然后他就造钞不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要经过 药管局的同意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 这句就是要 FDA要 Face 1 Face 2 Face 3 一路做上去 这是很花钱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比如说 Double Blind Test 所有的这个Protocol 这全部要重新做一遍 我觉得这是 这两方面都一定要做出去 我用个简单的意思好了 我们向志源 有一个immunotherapy的公司 大概已经花了100个million了 但是现在成绩还不错 大概我想已经有100个million了 美金 就是说 所以它是相当大的一个 开市的东西 对 刚才 王博士也提到 就是 像他们投资的 一个这方面的公司 已经花了1亿美金 只是做前面的这个批准 认证方面的工作 所以 才开始做 对 才开始做 所以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 前期可能要做好 这样的一个准备 好 那我们再交到 硅谷恒情现场 还有什么问题 好的 先把话筒再给一下 吴总 刚才王博士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圣解片 已经取得了国家教肩局的批文 现在已经可以上市了 这是第一个 在中国已经上市了 第二个 那就是说 我们是拥有专利的 大家看到了 这个还不是核特秋轻薄皮 这是国内外 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 把它用于治疗主流的 一个药材 那么它单方 治疗主流 效果就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方呢 曾经在那个 我们在拿临床披荐的时候 是上海中药大学 那么牵头 有上海的曙光医院 他们那个 在不用做的临床 当时也有美国的 MD过来 就是选了中药 调作种头的 其中我们这个药 是被选中了 后来呢 因为我们这个药房当中 有一位牛黄 所以呢 就是要求我把这个牛黄拿去 然后这件事没有做成 所以从这个厨房主张来讲 我们的专利的技术 能够保证我们 至少十年二十年 可能别人都反抗到 所以 黄总监说的两个 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们都实现了 而且现在已经上市了 中国已经上市 OK 谢谢文总 好 我们再把麦克 交给下一位好吗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家 研究那个基因检测仪器的 公司 就是PCR仪器的 一家研发的一家公司 我有一个问题呢 想问一下这个 朱院长和杨博士 朱院长和杨博士 喂 我有一个问题呢 想问一下那个朱院长和杨博士 当然了其他的这个专家 然后有可能来指教的话 那么我可以跟大家 多欢迎 是这样的 这个宗教的品质 对于这个 治疗呢 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重要的宗教品质的一个检测呢 一般都采用一种那个化化的方法来进行检测 比如说形状啊 显微的方法来进行检测 我就想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合作的可能就是说用那个生物机的方法来进行检测这个 到底中药方面的这个检测 有没有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研发 我就想一个资讯一下这个朱院长回答过去 好 我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就是除了这个鉴定这个地道药材 我们除了你发生之之外呢 我们这个中药质量国家 那重点现在就在我们奥克兰那我们就是专门是做finger printing 就是可以把它整个它的这个指纹图全部做出来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健和理化性质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定手段 到了我相信杨博士那边基因还有其他的整个手段 是的 结合基因当天中药党集的DM分割认证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然如果条件容许的话 其实是可以做了就是中医药药材的基因库 这个库呢可以纳到国家基因库里面去 特别是最重要的药物基因库呢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现在呢 这个基因技术呢 越来越是说不及化 就是我希望跟医院长合作 这一些中药药的基因就全基因组合测试 测试以后呢 以后呢就是合成基因 这一些关键的地方呢进入合成 那么这样可以把一些动物植物呢进入国外的吧 有受限的可以用合成的 多大亚合成基因的来代替 这是一个方向 我觉得呢很有兴趣 很有必要 亚洲第一台三代车序就在我们国家中间的实验室 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才有了华大基因 才有了那个大三台 现在国内三台 中国三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代车序能够把整个全基因全部扯转 当然成分也很贵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真正值得做的标准 那我们还是可以定做 谢谢 那我们的分家 后面就回到甘娜这边 好 谢谢 谢谢蒋欣 谢谢 刚才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些朋友们的提问 我们也真诚地邀请 就是今天所有在硅谷 在珠海恒情现场的朋友们呢 来硅谷跟我们联系啊 那么也希望呢以后这样的交流呢可以经常地开展起来 第一次的这个就是恒情硅谷的这个创新论坛呢 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也跟两边打招呼 让大家一起合影好吗 好的 那个丹娜 我看我们今天来的观众可可以一起参与 一起上前 好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来跟大家见一下面 上台好不好 过来 我们一起那个 跟硅谷的 往那边的镜头 好 大家一起上台 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今天呢 为了今天的这个直播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恒情这边的所有的恒情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还有硅谷创新频道 丁丁电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大家呢在之前呢彩排了几次啊 然后呢把这个直播呢第一次 我们能够这样进行 已经属于相当的顺利了 非常谢谢大家 来 我们一起跟恒情来招招手 大家好 看到吗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